全意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再次得到回答 请收听 卢君洪台长的全意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的3月5号 星期天 那么是我们本世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 那么让我们美养华语 来这位伟大的我们的这个佛陀 给我们人间带来这么好的佛法 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篇问题 喂你好 哈喽是台长啊 是啊你好啊 台长好给台长寻安 谢谢 台长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请讲吧 台长 台长你说地主说 到底是 对凌鲁起手不除地了 你想做徒弟啊 没有你 台长啊 台长说徒弟到底是就 就不就 就丁鲁起手不除了 你现在还没有啊 嗯 啊 现在还没有说不说啊 还没有这么说啊 还在还在还在收地址啊 没说说说徒弟啊 嗯 还可以慢慢来了 拜师不要这么急啦 啊不要这么急啦 像你这种是做徒弟的料 所以你用不着来不及拜弟子 哈哈哈哈 哦不对啊 他就说 改说徒次地址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 哈哈哈哈 Charles柏 如果带你的灯全部꺠白色 是否不好啊 我听不到 你老公讲 我听不懂 那个所有工作都是 好像带你的灯都 全部开白灯了 呆 有什么不好 就是什么叫就家里的灯是吧 嗯 没有 我带你的你这里的灯 如果全部用白灯 店里的灯啊 嗯 什么东西 是不是白灯不好 不好 那阴阳灯啊 应该有暖色的和白光两种颜色的 白灯还有什么灯 黄灯啊 就是暖色的灯啊 暖色的灯就是黄色的 暖色的灯就是黄色的 那个阴光就是那种白色的 哦 只讲 一个白色一个黄色的 对啊对啊 这就是阴阳调和灯啊 哦 明白的 哦 明白的 裁党 你除了阶梦带梦 你如果没有好像说过什么 化妄忌了 醒来裁党是否知道呢 我要去看我就知道 我不看我就不知道 哦 要看了 只讲要看图层 看图层才知道了 对 对对对 哦 哎 虽然我好像手在关锻 那个什么在关锻 一下子痛是要小防止嘛 你不要这么 不要这么神经兮兮就好了 信佛的人 实实在在正信正念 不要这里痛了 哎哟 哎哟 不要这样 如果你真的有灵性的话 你完全自己清楚的 不要一点点事情马上就 哎呀敏感得不得了 你这样反而会惹灵性,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你砍了人家的头了? 嗯,他被那个都从,我拿着不要给他,我拿着跑 你拿着跑 那个就是因为,可能是你在下面的梦了 哦,那个没有什么了 也不好,你要念往生咒的 你要念,也要念往生咒 因为你在名府里面,如果你杀了那种鬼的话 虽然他还会活过来 但是问题你已经犯罪了,明白吗? 哦,如果他等下才能靠去往进府,我会做坏事咩? 平时醒着的时候脑子就要干净 平时永远不要有杀人的恨人家的意念 你在梦境当中也不会出现这种 如果就是你在意识当中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坏人的话 你也不会起杀心 那么你就是做梦的时候你在明府的话 你也不会起杀心,听得懂吗? 哦,没有了,书平时要有认修正的 嗯,对,对,对 财长,我听到多了一个梦 我看到一个女的,她讲可以带我看谁的事 她讲抓住她的脚,我抓住她的脚 这个是什么呢?她是要小房子的吗? 你抓住她的脚啊? 啊,没有她讲可以带我去看过去的事情 好像形式那种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么你,那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跟她好好念念经 你说我不想看就算了 我想看啊,我想看啊 我以前是和财胆是什么关系吗? 有没有缘分啊? 有 哦,跟财胆缘分很深 我和财胆是什么关系的? 财胆是财胆地址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像你这种人告诉你,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也没知道吗? 你好好修心了,你自己以后都会知道 不是有人跟你来讲了吗? 你就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知道了 明白吗? 好,明白 哎,财胆帮我点灯了一个梦 我梦在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多苹果树 那个树不是,是那种藤来的 我在跑跑再看到很多树,树 还有,还有台湾的树 我在跑一下看到我的哥哥他讲 快点跑,不能给人家多都不能回去 我,我,我,我跑跑下 我看到一个底,我就跳下去 不过不会腾下去,我就叫巴西菩萨 等我神下去跑掉 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说明你会碰到麻烦的 因为反正掉下去都不是太好的 哦,掉下去不好啊? 我明白了 好吧 哎,他等,等我讲讲 感觉我的气场,等我讲下我的毛病 让我修得好一点 你已经修得很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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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感觉不好啊 哈哈哈哈 感觉不好的话好好修呀 话少说 啊,明白吗? 好 跟别人聊天少聊 你最主要问题你浪费太多时间了 哦,明白 哎,他等 你先来进门播开,那个平行班 安排一下了 我再等,看都没听,看都能力了 好好好 好了 嗯 好好努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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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您好 喂,师傅您好 您好 哎,师傅您好 哎,师傅您好 给您请安,您辛苦了 好,谢谢 嗯 嗯,师傅,地址想请您帮忙解三个梦 好 第一个梦是,我为同修 从新加坡澳门法会回来之后 连续三天都弄到相同的梦境 梦境中,同修在法会的主会场入口的义工岗位 负责未来参加法会的信众检票入场 信众非常多,来来往往 连续三天的梦境都是在同一个岗位同一场法会为大家检票 但是在第三天的梦境中,有位信众拿着一个15斤重的一大包材料 要作为门票入场 同修拦下这位信众说门票不是这样子的 并且要求信众提供正确的门票才能够入场 现实生活中,同修的义工岗位并不负责检票 也从来没有负责担任过类似的岗位 请师傅解梦 他已经在整个法会当中做了护法神的作用了 说明他非常认真 他不但自己坚守岗位 他还关心其他的 实际上他的意念一直在做功德 所以他这个人这次功德无量 好的,感恩师傅 那这个同学想知道他第三天梦境中有一个拿着15斤重的材料 这个15斤重的材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5斤重的材料要看着 如果是一般人间的东西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是好像琢磨不定啊,冒金光啊 或者晃了,在身上晃来晃去的 那可能就是法宝 就天上的一些法器什么的 如果他做护法神,他很容易得到这些法器的 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 第二个梦是,同修梦到自己将死于心脏病 并且梦境中出现了一个日期 意念中同修清楚的知道 这应该是自己的大限之日 同时有个声音告诉同修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刻往生 并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而梦境中同修突然觉得心脏非常的难受 此时同修的朋友 在同修的梦境当中又做了一个梦 梦中梦里 菩萨给这位心脏不好的同修一个苹果 同修吃的苹果感到自己脱掉了一层皮 身上有了金光发散出来 请师傅慈悲解梦 金光有不拉 有,同修吃了苹果之后 他就觉得他自己身上脱了一层皮 然后就发金光了 是这样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是说菩萨在救这位同修对吗 是啊,已经给他撒金光了 应该已经有救他了 好的,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梦是 同修梦到师傅带领大家参加一个盛大的活动 师傅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 被许多的佛友,同修以及保镖团团的围住 师傅非常慈悲 对身边所有的佛友都一一握手 并进行了开示 同修觉得自己无法靠近师傅 只能暂时作罢 镜头一转,师傅要离开了 保镖一直排开 同修赶紧上前,紧挨着保镖站着 师傅开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了 让同修一个人上车 同修非常的高兴 师傅摸了拨同修的耳朵 对同修说 你脾气改了很多,好多了 然后师傅又对同修开示的非常非常多 最后对同修说 我知道你有件事要跟我讲 在我很早之前跟你握手时 就知道这个事了 你要念礼佛 一组十四遍,另外一组十五遍 第一组要忏悔自己的不自信 另外一组要忏悔什么 同修记不清了 同修想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些小孩子肯定身上有灵性 而且呢有欠人家的冤结 像一般这样这种情况 实际上呢就是 他已经听的太多了 听的不好的东西太多了 他已经给他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了 一般的拍拍他耳朵啊什么呢 都是就叫他耳朵不要再听了 因为你知道人的烦恼啊 是眼耳鼻舌生意啊 他都会造成你自己心中的烦恼 耳朵和眼睛尤其多 嘴巴眼睛耳朵是最多的 因为眼睛看到了起烦恼 耳朵听到的会起烦恼 嘴巴说的太多了也会起烦恼 对不对啊 对啊就是这样 所以你实际实际上师傅就是叫他要自己要好好当心的 不要再乱听话了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了之后 我们才会生气 我们才会起烦恼 我们才会去伤害啊 伤害更多的人 因为你听到的 对不对啊 是不正确的 所以你才会伤害别人 对不对 嗯 啊明白了 就是师傅在梦中提醒同学 要都设六根 要管好自己的六根 看见吗 看见吗 明白吗 耳根要管住 所以有些时候人家为什么 念经的人念到后来两耳都完全可以那个 完全可以像闭关一样 可以不听到外面的声音 四步就能做到 我我念经的时候 我可以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明白吗 要修 修为要修到眼睛都看不见 所以你看菩萨永远眼睛 他三分开七分闭的 所以他不要看人间的东西 他看了都假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对不对啊 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东西有什么好当真的呢 对不对啊 嗯对的对的 感恩师傅 那弟子明白了 啊还有一个梦是 现实生活中同修刚刚预定了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票 第二天就梦到呃 梦境中 阿弥陀佛对同修开始说 你要好好抓住这次参加香港法会的机缘 以及前期去葡萄山的机缘 呃 找回自己的佛性 现实生活中同修是先预定了去葡萄山礼佛 然后紧接着参加恩师的香港法会 请师父慈悲开始 同修上怎么讲的 嗯 阿弥陀佛对同修说 你要好好抓住去葡萄山的机缘 呃 好好的找回自己的佛性 同事给同修开示了四句祭子 但是同修说自己要让深入记不清记这种具体内容 啊 这个 这个没什么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不管是拜哪个啊 这个山啊 林山啊 也好拜什么 实际上都是你的缘分 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实际上我们应该啊 拥有一种好的心态 那就是对社会上一切啊 一些一些烦的事情啊 啊 我们都要有个思想准备 因为你把佛性老常好 经常常在心中 你今天去拜山也好 对不对啊 拜菩萨也好 实际上你就是把菩萨藏在心中 你只要经常把菩萨藏在心中 你就磨就不容易进来嘛 所以 经常让我们 让我们就是要经常要 这个这个参加一些法会啦 多读一些白话佛法啦 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在加强你心中的这个 灵山的的位置 让你永远不要忘记 你心灵啊 就是一座宝山 对不对啊 所以为什么要宝山神咒啊 宝山是公德宝山呀 有心中有佛的人 心中就有功德 你明白了吗 好的 那同修是不是要念公德宝山神咒呢 要看他有没有功德呢 嗯 好的 行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好 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 每天早点消息 谢谢谢谢 感恩菩萨 感恩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感恩师父您 感恩您 谢谢谢谢 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喂你好 喂 喂 师父好 师父稍等 你好 嗯 师父您稍等一下 嗯 师父好 弟子别按时台上请啊 师父 好 谢谢 嗯 喂 喂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讲吧 声音怎么这么小啊 听不得清楚啊 想一点吗 喂 喂 喂 师父 弟子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师父的把身和肉身的开始有什么不同呢 师父 肉身开始嘛 是面对现实在阳间嘛 针对一些我们无名习气主要是开始这些 但是呢 法身呢就不一样了 法身因为他能够观你的灵 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所以 法身开出来的东西可能 比肉身开出来更准确一点 嗯 哦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同修都是到法会上 有的同修闻到弹香味 有的同修闻不到 是不是闻到弹香味的同修就是代表的是加持呢 师父 并不是说加持 因为你闻到不闻到实际上菩萨来了都有味道的 都有弹香味的 那只是只是有的人闻得到有的人闻不到 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你眼睛看得到菩萨和看不到菩萨 其实菩萨都在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嗯 但是并不是说你看不到菩萨就不存在啊 所以这个不要太执着 只是你自己修为功能跟菩萨的气场 还有你过去的根基的问题 不要着急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你看你当时不是说这个佛台背景画不要装框吗 因为这个佛台背景画是无限延伸 无限放大的 那同修家里挂大悲咒 大悲咒的话装框可以吗 师父 大悲咒装框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 可以啊 大悲咒可以装框 因为大悲咒不一样的 大悲咒它是一个经典 它必须好像像我们说 一个镜框就是一个啊 佛的字画的一个就比方说佛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保护 比方说你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说装了镜框 庄严还是不装镜框 庄严 那装了镜框 庄严 因为这个佛的背景画它是无边无际的 你看你装上框反而把它框住了 你不装框到反而非常庄严非常漂亮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同修不是在法会献上 您不是要开示之前吗 啊他们的手上有那种金色的 对于花几个同修有手上有那种金色的那种像小星星那样的点点 那是什么东西啊师父 他眼睛看见了吗 都看得到 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像亮晶晶的那种 有白色的那种金色的那种点点 就小点点 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白的如果 我你们主要问题没看见过灵性 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在家里看见那种白白的一团一团的 那就是灵性 灵性呢实际上再往里面看你就看得到鬼了 像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菩萨给我们的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发光的一种加持力 这种力量他可以变成一点点也可以变成一片一片的 所以他可以说并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他会转换形状的 但是是发光的 是吧 等过一会就消失了就看不到了 我去告诉你 这个全部是菩萨给他的加持 有的就是曼陀罗花 有的都是天上撒 撒的都是花 花瓣 如果天上下来的他一定带有金光的 是的 看的就是那种亮晶晶的那种 我告诉你 这个都是好事情 这个人一定讲 讲都不要讲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你说现在就是到了 师父也说了 到了普渡众生的时期 师兄们弘法度人的积极性比较高 但是呢 也发现有些同修弘法度人的就是心浮气躁 师父你像这样心浮气躁的人 这样有什么样的果报吗 或者是不好之处呢 师父 如果他心浮气躁的话 他没有伤害到别人 没有伤害别人毁命 应该没有什么果报的 他是一种不思度人的方法有问题 只是是妙法不够 并不代表他有罪孽 所以你去好好的去度人 如果你真的用心 护法神就是看见你有时候 讲话冲了一点 护法神会笑 因为我就看见过 一个人在度人的时候 我在边上一直听他在度人 就像我们东方电台 有人在跟人家打电话 打到后来他急了 但是他心非常好 他也没跟人家吵 他就讲话声音响急了 后来我就看见胡法神在边上笑 就是说 你一看见胡法神笑 就说明胡法神不会去惩罚他的 就说明胡法神笑他 你怎么这么没智慧 你度人度的自己都生气了 就这个概念 明白明白 师父您说很体会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 哎呀他们不去好好做 我们就是心特别急呀 他们有时候还不理解我们 急嘛 就是这样的 急了就慢慢就不行了呀 因为你度不到人 你急也度不到人 对不对呀 你不急 不急的话说不定还能度到人 你急了你更度不到人 你自己急也没用 只是胡法神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积功德 只会也不会给你积那个业障缺德 只是说他笑你 怎么这个人这么没有智慧 哈哈哈哈 那师父 那你也很有时候为众生得到着急呀 那这个着急和我们这个着急 有什么辣的区别呢师父 哈哈哈哈 一个着急呢 有的人的着急呢是 啊 他因为从自己的理念当中出发 哎呀你怎么还不理解啊 怎么还不懂啊 嗯 师父这个着急呢是怕他掉下去 因为概念是不一样 一个是救人 一个是要他要他开悟 啊概念不一样 你你说提升到开悟的境界的话 你这个着急的话是不是更高级一点呢 是的是的 那师父如果是为救众生 嗯 就那种着急 这种心情是可以的 是这样吗师父 当然可以 有的时候 嗯 你看师父有时候救人 我不是大吼一声啊 狮子吼 嗯 狮子吼 那就是这样了 就是很简单了 你有些人根本不听的 你不冲着他严厉一点 你不是害死他了 像小时候父母亲 要是对我们不严格的话 能到今天吗 今天师父不对弟子严格的话 心灵法门 你看这么规规矩矩 这么老老实实啊 开玩笑 嗯 上两不正下两弯呀 这还不懂啊 对不对啊 是的 那师父 针对有些同修 你跟他轻念细语 和声和气的说 他不重视 你你非要就是要严厉的这样说 他才重视 那这种情况 我们在度人的时候 怎么去加强呢师父 针对这种同修 很简单 否则的话 你还是不要吼好 回家自己吼吧 嗯 自己吹自己说 我怎么这么不上镜啊 最好再抽自己两下 呵呵呵 那师父 您的有的弟子就是护法神 护法神的性格 他讲的就是那种 严厉高正那种感觉 有什么不好啊 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专门拿佛教的东西 来来攻击自己佛教的语言 这个本身就是走偏了 说人家 哎呀这个人怎么怎么 你想想看这么多 你叫他有时候带个队 对不对啊 你看看有些人境界真的不高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有时候没办法 其实师父我特别喜欢那种护法 护法的弟子 哎他们讲的就是那种是高正不恶正气好人 对啊 他自己并没有做坏事 所以他才敢讲别人 他自己做了坏事的人敢讲别人吗 嗯不敢 就这个道理 呵呵呵 哦明白 明白了 嗯谢谢师父的 此备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 呃您您在白话佛法中讲 当你刚刚念完经之后气场非常好 但去与别人聊天乱讲话 就会把你高才念经的功德漏掉 请问师父我们高念完经是避免说话还是避免乱聊天 比如同自己的孩子交流这类的聊天有问题吗 师父 不要讲不要讲那种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都没问题 如果讲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有问题 哦 那师父如果高念完经他去聊天只要与佛法无关的他去聊天会漏掉吗 会 还是会 主要是不如理如法就会漏掉 会 不如理如法漏的更快 没有关系的话漏的也快 我问你哪一个法师 哪一个 哪一个人会念完经之后去跟人家聊天呢 没什么好讲的 哦 那师父他念完经之后他弘法度人呢 师父 就弘法度人更好 因为有能力的加持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呃 您说 就是说是新加坡法会 师父给一个老婆婆看头疼 老婆婆身上的灵性不想投胎 师父教他 呃 发大愿 他说是你好好许个大愿吧 这个愿力可能说我累生累世以后永远干着菩萨修心 否则我会下地狱 你可能你要这么讲才能超脱 可能到天道阿修罗道 好不好 师父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灵性这样发愿 师父 那我们发愿可以这样发愿吗 就是我今生今世永远干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修心 否则我否则我也会下地狱 这样说可以吗 师父 你敢发愿这就 你敢发誓发愿力 你就是个大愿力 敢发吗 这问题很简单 你敢发就是个大愿力 有什么好讲的 法师 比方说还没出家之前 我发誓 我抛制小家 我要大家 我要红发度众 我人间的一切都不要了 这是个大愿力 你现在有几个敢发 他们发了 他们出家了 他们真的做到了 就这么简单了 好 那师父 就是我也发了 我就说今生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一门精进 做菩萨的牵手牵眼佛教 我愿下地狱 我这样发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师父 最好我们不要说下地狱了 就是我会得到果报 就好了 比较软性一点 因为下地狱这种一弄之后 他就会管你管得更严格了 看得更严格一点 但是这种愿力发了之后 的确讲老实话 感动天地 感动天地之后 你当然求什么灵什么福报 也多 这没办法的 明白了吗 你发多大的愿力 你得多大的回报 就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 你当时 上次不是 你们那个 就是师父周一晚上不是解答 听众问题吗 是全世界来劲 你给一个人开示过 就是说一个同修梦见师父 对他说 你劝过别人离婚 像这种情况 要念多少遍离合 打忏悔完 师父说 劝何不全力 如果一个人劝一次别人离婚 他的功德减少特别大 就是师父你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也不是有一个小书生还有碗采 写字都很好 他当时不是 当时那个土地公共和地府的人心说 你们隔壁这个人走来走去 我们都要站起来 因为他上辈子是什么什么 他就是因为劝人离婚了 人家也不用 那当时的神灵也不会再站起来了 师父当时举了这个例子 师父 嗯 师父如果劝何离婚呢 就是被人有离婚 你劝人家合起来呢 这个功德是不是也很大呢 师父你讲一下 嗯 其实像这种情况 我们说 劝何不劝离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劝何的话呢 也要看因果的 如果这个人的因果 的确是应该离了 你拼命去劝何 虽然你没有业障 但是呢 你也在动人因果 明白吗 所以这个学博是特别特别难 所以为什么学博有几个人能够修上去的 因为他不懂因果 因为他看不到 他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的话就叫无明 所以无明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的话 你一定会做错事情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跟着 跟着师父好好学呢 就是要教 所以菩萨为什么叫你们念心经开悟啊 因为你开任务你才不会无明啊 否则你一辈子就无明啊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那你说师父 那人家有想离婚呢 咱怎么说呢 咱劝何呢 又怕是东英国 怎么去说比较好呢师父 很简单 嗯 第一 人家没来问你 你就不要去掺和 呵呵呵 哦 不用 等到人家来跟你呢 你就叫他念经 念解节奏 念心经 就劝他念经 你不要去讲具体实质性的问题 人家说 人家问你 啊 我要 我要离婚你说你同意不同意 你就跟他说你好好念经啊 对不对啊 啊 一切随缘啊 好好念经啊 嗯 这婚姻能救就尽量救啊 就这几句话了 哦 你不要去帮他分析 明白了 你的老公啊 怎么样啊 你的老婆啊 怎么样 你一分析就掺和到是非当中了 你这个人就是是非人 是非人了 不是有功德了 你是是非人了 不一样了 概念不一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呀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始 嗯 那师父 我们想起一句话叫 近人是听天命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近人是听天命 从方法教育 近人是就是尽自己的努力 去把这件事情圆满了 办好了 但是呢 嗯嗯 这就是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啊 这个这个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呀 事在天 一样的 你说天是什么 天什么就是我们说 就是缘分的 你有这个缘分 你天助我也 如果今天没这个缘分 你硬要去掺和这个缘分 那你肯定不行的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始 师父啊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这次弟子辅导课 新加坡弟子辅导课 你也讲了很多 就是说是佛法的一些词词解释 那师父我问一下 这个投胎和转世有区别吗 如何理解呢 我们平时老讲这个 就有时候提起这个词 这个词语 投胎 投胎嘛 讲老实话嘛 投胎跟转世也差不多 基本上语句当中 没有太大的区别 投胎呢 你一定进入胎心啊 投胎的话呢 基本上你在六道之内啊 对不对啊 而且这个 基本上在人胎 人道以下了 这叫投胎 转世的话呢 也是说你在这个人间啊 你接下来再一次的投胎 你转世 你这一次 比方说是你在这个人间做完了 结束了 你一转世的话 你到了下意识了 下意识嘛就是 比方说 啊啊啊 几十年之后 你又出来了 就是这样 那么 那是 你说师父 你问吧 你问吧 嗯 那师父 我们有时候说过 就是说摩古 他是什么普达转世 他是什么转世 他这种转世是怎么理解呢 师父 有些话呢 我不能跟你讲的 在广播里讲的 对啊 因为牵涉到其他的一些法门的问题 台长是从来不讲的 其他的很多法门讲到转世啊 轮回啊这些都讲 嗯 嗯 其实按照正信佛法来讲 嗯 不管转世 不管投胎 都是因果 因为因果就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天律 明白吗 啊 所以这个这个律 这个律 谁都不能违背的 感觉 如果你说你今天啊 转世 那就是说明你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做 如果你今天是从天上下来 那我问你 你们平时怎么讲的 天上下来 嗯 成愿再来 好了 是不是这样 好了 还要还要我讲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那是个愿 不是转 那是个愿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吧 不能讲了太明显的 因为牵扯到太多的太多的其他的法门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哦 谢谢师傅的慈离开说 师傅下一个问题 那当时师傅在新加坡法会回答 就是前就是弟子呢 不是提问的时候 也讲了一个师傅说 这是一个天机 就是说就是说是 博客留言忏悔吗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他们有的佛有问 那师傅他们在博客留言忏悔的时候 是用匿名好还是用真实的名字去忏悔好 那师傅 匿名也可以 其实你要记住 你只要你写的匿名的话 天上都知道 而且你写出来之后 你忏悔了之后 你讲老实话 你是真心忏悔的话 天上就收 就会收到这些信息 他就会帮你修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对不对啊 你不管是谁 你要是自己做错了 你跟天忏悔 你也没说我是谁呀 对不对啊 你没有说我某某某啊 你就说我忏悔 我忏悔 天上怎么都知道呢 因为你的气场 你写下来就有气场 那你把不好的东西写下来忏悔 你说天上地下会接不到的 接到了他就帮你消 你今天放在肚子里 你就不停的在长业障 因为你这些东西非得没消掉 还在深耕发芽 在职 听得懂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那你像现在我就发现 博客上有很多留言 就是在做忏悔了 师傅 那你说 只要在博客上写下来忏悔 是不是台长的博客 在天上也有相应的台长博客 是这样吗 所以他写出来 就是也会消这样不少的业障 是这样理解吗 每位菩萨都有天书的 不叫博客 在天上叫天书 哦 天书 所以每个如果是 每个大菩萨应该天上 天上都有天书的 所以 其实人间这些东西真的雕虫小记忆 以为 哎呀博客了 哎呀 这个微信了 好像哎呀QQ了 好像不得了了 天上这个天书 意念一到 他马上文字就出来了 就意念一进去就出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哦 我明白了 这个就以后 现在有很多科学家 已经在研究这个了 用意念来 意念一动 他的脑电波出来 他在荧光屏上 就把他脑子刚刚想的东西 叭叭叭叭叭叭叭 就打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其实这个天上都有的了 你要是说台长来申请版权也可以 我我我我现在可以申请版权了 那对不对 我不能讲的 这是天上的东西 以后人间的东西不都是天上东西 我不是告诉你 我上次去救一个 那个地址吗 到下面去 到门口都刷卡的 那个下面这个地址那个戴着帽子的 头大的不得了 一个大头鬼很好玩的 站在门口值班的 台长给他刷卡的 他就要出去了 哈哈哈哈 不是刷钱的卡 是刷那种门证啊 就进入地址的门证啊 喂 卡一刷他电话听不见了 哈哈 喂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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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台长吗 我是台长呀 你又要台 你又要台什么东西了 我来帮你台了 我来帮你台了 哈哈 我那一次我找一个门 找一个门 找哪个门呢 铁门还是木门呢 哈哈哈哈 我找了一个门 有个帽子上面有个灰天鹅 啊 你的帽子上面有个灰天鹅 啊 他跟我说 叫我好好多多看看说 最后我姐 我说这个东西会说话吗 主亲对啊 想的 最后便说 家家有个小孩 我家家 我们姑娘生了个小孩 表示有个小孩 他不让叫他吃死 这个门 不让叫他吃死 这个门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这个就是 我们说天上的瑞兽呀 这还不懂啊 瑞兽啊 瑞兽啊 瑞兽就是护法呀 他来黑天鹅 他跑过来告诉你血 哎呀 你千万不要 啊 这 懈怠 你要好好地看鼠 叫你姑娘生的那个孩子 一定要吃鼠 听得懂吗 嗯 嗯 我听得懂 你说听了 怎么会讲话 对不对啊 你傻的不得了嘞 每个人都有意念的 这个念力呀 就会讲话 对不对啊 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他不会讲话 为什么妈妈 会知道他 一会儿要吃奶了 一会儿要撒尿了 嗯 他不就是在跟妈妈 在讲话吗 你怎么 一点都搞不清楚啊 等你个等啊 哈哈哈哈 你说我现在这个 念这个小房子 质量啥样是 你念这个小房子 这个质量 呱呱叫 妈 我的腿子 你那原先我大成解法 你说我去 我那个腿子 注意问题 我现在腿子出现问题了 看见了 你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 我提早告诉你们身体 要注意哪个部位 很快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啊 我上次 上次打电话 告诉你 到现在你的腿子 出问题 大概多少时间呢 呃 这个 哦 腿子追下来 大概说过少了 咱就两年多了吧 我一三年大通电话 你就说叫注意腿子 看见了吗 一打电话 去年 去年 去年大通电话 你又叫注意腿子 看见了吗 去年 去年 我跟你说了 我看到的东西 讲给你们听 很多人还不相信 说没有 我上次跟那个人说 我说你要当心啊 你命要没了 他不相信他死了 一个煽动力啊 现在明白了吗 你说这个腿子 能治好吗 你这个腿子 我告诉你 那个腿子 是业障病 你就容易治好 不是业障病 你就好好看病 明白了吗 哦 你就腿嘛 就腿 为什么你们 你们那里都叫子的 叫腿子的 哦 你们那里都叫腿子啊 手指 是啊 我腿子是用那个精卖去脏 好 就是做 刷了个笔钞 它用个血栓 那你 那你要是属狗就麻烦了 叫狗腿子了 我是属土的 不是属土的 哦 吐 吐腿子 我吐腿子 你看看我的功课 每天能做多少 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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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蛮好的 你这个人人不坏 你这个人很老实的 就是过去年轻的时候嘴巴不好 整天骂人 嗯 整天骂人 我也不知道骂谁啊 说这个不好 说那个不好 这不叫骂人哪 对不对啊 哦 是啊 以前 在路途里 以前跟上那个天 肯定有点是骂人 嗯 过来再骂骂人 这个我可以去摘毁 嗯 这个骂骂 那个骂骂 连天都敢骂 你好大的胆呢 嗯 呵呵呵 天都敢骂 呵呵呵 很多人就是骂天哪 哎呀 这个天气 这个鬼天气 好了 骂天了 哦 这就算骂天了 那当然了 你这个不能骂他 天气不好 你说哎呀 天气今天不大好嘛 你就要当心了 因为属阴的天气 实际上就是地府 很多人都会上来的 阴天的话 地府就 很多人就会上来 要在啦 所以很多人 一到天气不好 阴天的话 他身体就会不舒服啊 啊 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你看完哈组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青天鹅 好多人大这个天鹅 是轻的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是往这个 闺女也是天上来的啊 对啊 你闺女们肯定是天上的瑞树的 嗯 他俩 就是他俩 他俩 他俩 突然来 我拿我酒以后 我就把他门关着 把他俩炒得闻了 好多人拿枪打他 我就门关着 他来了 炒得来给门 最后我把门进去了 是怕娘们两个都是摘下来的吗 对啊 你要记住了 有的时候 所以对孩子不能打打妈妈的 因为有的孩子有来历的 有的有一个妈妈 一打孩子自己手痛得不得了 孩子一点都没哭 是吗 我曾经给她看过的 这个孩子很厉害的 在天上人家是护法下来的 她妈妈以为我可以打她了 啪一打自己手痛得来 好几天都没有好 这孩子没事啊 我们这孩子挺乖的很 我们这孩子我看挺乖的很 一天不可以生 对啊 你不可以的 孩子就是不乖 我问你 你小时候乖不乖了 小时候我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 你也是不乖的呀 要培养的呀 那你要师父干嘛 要师父就是要教育孩子呀 对不对呀 要师父 你说 我不选 你说 你说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哎呦 我这个普通话讲不好 队长 你完全学 哎呀 你说的不是普通话 你说的是不懂话 队长 那这啥东西 我这个佛台 现在原先不是大成点话 你说是爱了 我有吵气 子子 你看瞧瞧搞得行吗 挺好的 他菩萨来过了吗 还有红海尔也来过了 还有红海尔也来过了 红海尔 啊 那谢谢太长 谢谢菩萨呀 你们家不得了了 又有红海尔 又有菩萨 还有大海天鹅 还有小海天鹅 哎呀 我们就是比方家太小了 你看到我们房间太小 太懒了吧 哎 就是不干净 不管的 菩萨没有分别心 太大太小 主要是你心大就可以了 啊 再大的房子 心严小 这个人活在 就是心严小的世界里 明白不明白 啊 明白了 太长 我再问一下 你就说我们家那个 新造品那个事情 他现在那工科 他得做的时候做 原先大通电话 我网线问了 他那工科 每天的工科能做多少 都能做 你叫他有机会 就多做点工科吧 没关系的 嗯 好吗 他一天的小房子 年纪是三张的 两张的 都可以 你看他休息静静吗 我们那个人 静静 很静静 小房子 一张最好 两张不熟 三张 啊 很好 四张 五张 哎呀 静静修心 能念六张 再问一个问题啊 再问一个问题 他那次不是有续缘 说是 房子是一晚跳吗 现在他那话续缘 是一年能房子一晚跳 我最后 给你大通电话 这个是满满房子 还是 他续缘一年 续一年给房子 我问你啊 你吃饭是一口一口的吃 还是一年的饭一起吃啊 你的肉是每一天长一点 人是骨头每一天长高一点 还是你一年吃一桶饭 然后骨头一年都长出来了 那就是慢慢放是吧 慢慢放就是培养你的慈悲性啊 听不懂啊 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 那你快快放 那是一次性的 那不能 平时也是这样的 你又是有 有劲又难的时候 你就可以慢慢 就是马上就放 要多放一点 这么就 你说我这个腿子 现在特这个房子 房子上是谁 你这个兔腿子 应该是 他蛮放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个兔腿子呢 我觉得你两百条 两百条 发 哈哈哈哈 啊两百条 啊 谢谢太太太 嗯 太太 我在问一个事情 是兔腿变化 现在大不进客 在问一个事情 我妈子 我结婚了 好纪念了 现在摩孩子 这个是 摩孩子 母孩子首先要查一查 媳妇又没有打太过 有孩子 明白不明白 因为我给你看头疼 就知道你媳妇 有没有这个孩子在身上 听得懂吗 哦 那下次能打通头疼的电话 你给我告诉一给我说吧 所以啊 没打通头疼的电话 今天不能跟你说 我已经把你这个腿子 今天就讲过了 腿子已经把你讲过了 所以你辛苦的事情 加持加持 可以 加持就我能少班 我还选少班 马上不能住楼 半夜少不了 好的 你好好许愿 好不好啊 好好许愿 你跟我姑娘 姐姐你去唱 加持加持 她给她特别写几年金 几年金 几年金 台长你好 你好 你妈妈 我 我就是每天做功课 对啊 我在一年前 每一年打进电话 我都跟你妈说 叫你妈腿当心 你看 这个腿子不出毛病了吗 吐腿子不出毛病了吗 她一天就说 你给她说 那个腿子 要注意腿 啊 是她一天也念经 就是那个白化佛法 她看得少 对啊 所以你看大雁 所以那个那个 她刚才说是孔雀 还是大雁呢 是什么 嗯 那个天鹅 天鹅 天鹅下来跟她讲 其实就是叫她 看白化佛法呀 我早就跟你们讲 白化佛法里边 都是佛的 佛的能量啊 是傻得不得了 又不是台上写出来 我只是根据菩萨的意思 把她写成白化 实际上都是 菩萨要对我们人间 说的那些话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了 你乖一点啊 我们今天 嗯 让她那个 多看感办法佛法 还有啊 多念念经 还有你叫她平时 坐着的时候 把两个腿翘起来 静脉曲张 就会好一点 好吗 好 翘起来 把脚要经常翘起来 啊 好吗 我妈她说 她说天天 念那个小房子 念功课 她说嘴老师 掌炮 是吧 嘴掌炮 你要叫她 在念小房子 在念小房子之前 你在小房子 念小房子之前呢 你叫她喝水 喝水 喝水的 喝的特别少 一定要叫她喝水 因为 念小房子的时候呢 的确是比 平时做功课 要有点不一样 因为念小房子 是给人家要债的 她可能会 有一些灵性啊 跟在边上啊 弄啊 她就比较累 因为还债是比较累的 你自己储存 你不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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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我有几个问题想 请教你一下 请说 喂 请说 哦 好的 师傅 就是 以前有一个师兄 问你有没有必要 学这种 终生不结婚啊 或者终生不一遇的 这种愿的时候 师傅 你好像没有正面回答 嗯 我是想问一下 那就是许愿不仅男女士 跟没有许愿 但是做到了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或者是像那个 许愿吃素跟 嗯 跟吃素一样 一种是功德 另外一种是善事呢 会的 只是 只是台长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不是 跟着法师学佛嘛 对不对啊 你法师呢 他们也比较直 就是说 因为你跟他学嘛 他就叫你啊 你出家啦 对不对啊 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你看看看 你要叫人家出家 哪几个人会出家 他没到这个境界啊 对不对啊 这个事情 实际上我讲给你听 就是台长很为难的地方 因为我在广播里 我不能说 你们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的话 你看孩子都 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 都高起来 都不结婚了 这爸爸妈妈 不要对台长有意见 这个东西要完全看自己个人的能量 跟自己的根基 还有自己在人间的婚姻当中受的苦难了 他觉得看穿了 他这是一种境界的提高 他本身 他不代表一种物质物质的理解 只是对一种境界的方面的提升 所以当你觉悟很高的时候 你就像现在很多人说 你这个女人结婚不结 孩子不生 啊你你做什么 你学什么博士啊 啊你一辈子不问博士读出来的时候 你你就是个老太婆了 那就这样的道理 一模一样 对不对啊 那么人家 但是人家就要成为女博士 人家就是要有境界 我就是要做教授 那人家付出的是什么 付出的人家的是 不结婚 那不是什么 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人家问过一个女孩子 长得很难看 你为什么今天能够比别人都出类拔萃 能够获得什么奖什么奖 因为他说因为我从小我长得难看 所以我没有人追求我 所以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读书上 道理都是一样的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但是我作为师父来讲 我不能这么劝你们 我只能说培养你们一个高尚的情操 在人间做人好好的做 对不对啊 至于你们如果一下子情操高得不得了 这个境界高得一下子升上天了 那我 我 我只能随缘 现在明白了吗 你也要给师父一条退路走走的 你们不能逼着师父说 师父 这个好吗 这个好 我不能说的 对不对啊 你说 你说 作为学佛人来讲 大家都在向法师学习 那跟 但是这个 这个你们心里都明白的嘛 这个放下蔓延 这个都是佛 佛理佛法 对不对 你看看佛陀连太子都不做了 这个放下多厉害 那我们现在这点事情放下算什么 那你还要问我吗 我怎么回答 明白了吗 小姑娘 明白了 师父 我听你讲话 不是特别的清楚 我会听录音的 如果我不小心跟您插话了 请师父原谅 没关系 现在听得清楚一点 现在听得清楚 清楚了 好吧 讲吧 师父 师父 如果今生是同男同女生休息的话 将来有没有机会到观世音菩萨身边 做新世童子呢 我告诉你 实际上这个是你 应该说你多了一个条件了 就是上天的条件 我可以告诉你 身体 身体越干净 越能飞得高 这是没办法 这是天律 一个人 如果你比方说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接五次婚的 和接三次婚的人 是不是感情上受的伤害越大 对不对 一个女人不停的 在搞那些坏事 你比方说讲个不好听的话 对不对 你说一个女人 整天生活上乱七八糟的 腐烂的 喂 喂喂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如果一个女人 整天的在生活上 很迷烂的话 你说说 看她能 这种身体能上天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告诉你呢 很多事情越干净 身体干净 精神干净 你这个人一定上天 而且一定在菩萨身边 你说说 哪一个人不喜欢干净的人 你就说身体上好了 你这个脏得不得了的人 你怎么能干净啊 对不对啊 为什么叫同男同女 大家都喜欢呢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反正师父 精彩的开始 师父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法门 就特别重视这些梦境啊 因为有些梦境是菩萨给我们的一些提示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让业障比较重的话 灵性或者说魔障也会给我们托梦 然后就是 就是让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有没有这种情况 会会会 对对对 因为 之前就是有一个师兄 让大家一起去做投资 然后 然后这几个师兄就分别上香问菩萨 说这个能不能做 然后一个师兄就梦到说那个发大水 把人都冲冲下去了 然后这个师兄就上岸了 所以他想这个肯定不能做 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梦到 好像梦到什么活鱼啊 什么什么的 他就觉得好像有才艺了 去做了 结果就 钱就亏了 嗯 那 那他觉得当时这个梦境还是挺真实的 但是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这两个梦为什么有不同两个结果 第一 要看这两个人谁修的好 如果台长今天梦见发大水了 对不对啊 如果台长今天梦见鱼了 你说 你今天去投资会不会赢 肯定的吧 嗯 你这两个同修 一个梦见发大水 一个梦见鱼 那么肯定是梦见鱼的人 没有功德 或者没有好好修心 听得懂吗 嗯 而那个发大水的那个人 肯定修心修的比较好 菩萨给他正面的启示 嗯 明白了吗 嗯 感谢师父 啊 跟鸡不一样的 啊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你看 那西方教他们都是叫 也叫启示录 对不对啊 给你启示啊 都是这样的 天上给你启示 你自己非要这样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呢 一个人非要娶这个女的 对不对啊 结果呢 嗯 结果家里爸爸妈妈 一个反对 一个同意 他自己拿不准 结果拿一个 就是甩着 就这么甩一下 看看那个天上给他 一甩 不行 结果他就说 啊 这个不 这个不对 我们来 再来甩一下 一甩可以了 结果没有成功 嗯 有的时候给你启示 就这么一次 菩萨不会陪你玩的 给你一个灵感 可以了 哪有你啊 你 你这个五十次不行 你再甩五十一次 哎 成功了 我就是成功了 骗子 骗自己 听不懂啊 嗯 嗯 你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师傅 我 昨天梦到梦牛去买 去金店里买那个金戒指 啊 还有金手镯 是什么意思 买金戒指 金手镯 说明 你现在本身的人的那种辉煌程度在提高 也就是说你庄严 而且你的事业在往上走 你去看菩萨为什么身上都是金的 嗯 他本身你有功德了 你身上金的就越来越多了 你没功德 你怎么发亮啊 对不对啊 你用现在社会上来讲 你有钱的话 不就是因为你有福吗 有福的话 你买金的多了 你挂在脸上 挂在头上 你不是金光闪闪的 那也是靠福气作为你的底蕴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知道这次去参加新加坡 澳门展会 肯定是菩萨大家持的 所以才做这个梦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你乖一点 谢谢 你自己平平安安 你自己不要去追求人间的东西太多 你就会发喜充满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今天那个就到这结束了 到这结束 好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 只能星期二再打了 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